大家好,又是珠斯拉跟大家用树下吹吹水的时间 因为我姊姊确诊,我自己对着化骨龙又要上班 想跟大家吹水没时间 林郑就不像我,终于有时间 她好好地去公开,不说公开,少少谴责她的best friend 陈兆耻 是否因为你还没确认,又流了口风,弄到全城去空抢呢? 终于看到林郑做事了 这一边箱林郑做事,那边箱美国佬依然发挥她这个搞笑本色 珠斯拉一直都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纯粹是欧洲那班欧洲佬,北约佬佬和美国佬 在这边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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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大个,骁勇善战的战斗民族俄罗斯,普京忍不住,终于发炮了 有些人,我看了一些台湾的节目都挺好笑的 当然,南营觉得不应该台湾太靠近美国佬 谁知道绿营说,当然不是 因为美国佬现在没有出兵,没有帮乌克兰拖着俄罗斯 当然想着养兵畜裔,当中国对台湾有少少 好似堪称,最近有几艘军舰在公海对外游游游游 台湾很害怕,不断发放这些信息 有很多陆营的台湾人觉得,这次美国是为了保留实力 这次不出兵帮俄罗斯,是为了将来有更多兵力去帮台湾 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都是一样的 本事同更生,大家都说同一个语言 相殲何太急呢? 为什么要让这些小人,外人的既得利益者去玩到生灵涂炭呢? 无论哪个国家的士兵也好,平民死伤也好,一个都嫌多 不说太多heavy东西了,我们先说一些juicy东西吧 江家敏太Q了! 现年27岁的江家敏,剪了短头发后不知是没有运行 和三年多的有米电竞高层男友Anthony拍拖 常常都放闪高调晒外,谁不知有报道指也是消息人士 原来两个静静鸡分手,江家敏的IG还要unfollow对方 这些是胆脱的,一分手第一时间做什么? 第一当然是unfollow,第二当然是删除他相关的post 谁不知这个有米高层电竞男友Anthony还有follow他 有传,原因就是这个Anthony疑似出轨,江家敏对他死心 没什么所谓,江家敏都是想着买单吃井水 大家都应该又记得他之前孝痴,不要说孝痴,还未痴 孝靠他男朋友的朋友,人家去日本出cheap 他就会说你买什么给我,手信不知几十份,十多份 分分都是名牌,宝宝,限量版 这女孩什么质地呢?从她孝痴男朋友的朋友拗手信 直到她和冯盈盈FYY上游艇,挪生门,你插我,我说你 大家知道她是什么了,都是想着买街吃井水 有什么理由这个男子有钱,有米男友偷吃,竟然分手? 我就不太信了,这些什么屎极花都要扭一下 否则就会做到像这个陈婷欣,毫无底线可言 即是说八卦还说八卦,预期逗逢周云远 希望她会快一点健康 这个江家敏忙于拍新剧,也不会,TVB好像被盖了,整个厂都被刺激了 之前表示,他自己看剧本就看到哭 他跟Anthony分手,在IG已经有蛛丝马迹 自从去年11月4日就是他的生日,当时还有两个头贴头的晒幸福合照 还说了什么,my perfect one,幸好不是the one,但the one不是那么努力 公开事外,怎料两天后,江家敏再铺一个生日照 还有留言最后的晚餐,有hashtag 看到我还在今模式就知道是latergram,就是之前拍的 一切来得太突然,还有hashtag什么 2022年我们第一餐也是最后一餐 他究竟是不是分手呢?就不知道 通常这些都是不会说死的,要不是搞到自己日后臉衰,自打嘴巴 那就无谓了 他在IG很喜欢写长篇大文,hashtag什么身心疲累 想离开你的人会有千万种理由,想陪伴你的人赶也赶不走 这些心灵鸡汤 还出post,永远不要怪责你生命里的任何人 好的人给你快乐,坏的人给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你教训,最好的人给你回忆 谢谢你给我快乐也给我经历,谢谢你给我回忆也给我教训,你们会好好的 写完这些东西,很明显还未走出情商 如果真是放得下的,我真是彩你也有味 写得这些很明显是 我表态了,你看看你有什么表现 你劣无劣得我相信,就多给你一次机会 或者你那些包包,送楼,送车 那份礼够厚的,可以扔死他,就行了 不然这些花生show,都会继续看 有传Anthony背着他偷食 光家敏在22日铺了两张长发衣服 好像暗示 当初这个男生应该喜欢他长头发 现在他剪了一个新的短头发 我觉得他很像TB,大家不知道怎么看 他就说,新鲜感和旧的人去体验新的事物 而不是新的人去体验旧的事物 大家是不是听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不要理他了 有hashtag他说,知道吗?旧人 长头发 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理你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 其实我自己,我本人 曾经一任男友都交叉XYZ我 他说,你短头发真的很像TB 但诸道友他喜欢短头发 那当然是奈何 但是,众所勾知 90%的男生都喜欢长头发的 会觉得很有女人味,很girly 长头发永远都性短头发 不过,张希文 又是女神,又是什么 但我觉得他剪短头发真的不好看 即是,是不是像小S 还是GiGi梁泳琪 这么深入民心的形象 又不是 我总是觉得张希文 剪短头发怪怪的 江家文剪短头发更坏 真的很像TB 很明显是一个在学校眼尾都不会多看他一眼的人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短头发被人飞 但是,这么多二世组出来玩 玩了你四年都不换画的 外面有没有吃散餐呢? 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希望他留一场之后 他的儿子回头试案 不得了 吊完美国佬和吊完林郑的不作为 又是微辣 之前他说过微辣家聪 疑似他前女友乐仔 他说那些 我不想要,但你想要就OK 我还看到留言说 有人留言说 你不知道别人的事不要说 当然我们不是他桌底的那条虫 但是,一个花生友 好,在我们这个沉满的疫情下 吃别人的花生永远是比较快乐的 起码吃花生的时候都可以脱口罩 澳门平台的微辣的艺人家聪 前女友阿晶爆爆之前 被逼流产 谁不知原来这个微辣 又不可以说是臭蚝出臭草 说话不能够太过一触膏打 打沉一旋人 但是,永远有这样的濕声 有什么爆料 有什么主角的朋友 就会爆料给这个记者知道 当她,即是一个女主角 某人老婆 在自己怀有第二胎的时候 发现任职微辣设计部员工 这个情子 介入她和自己老公的婚姻关系 IG又或者照片 真的非常害人不淺 我就会在这一条片放这一条女的样子 在记者又或者她们出function的样子 即是撇除了那些美涂秀秀 没有这个特技效果 乔庄的特效底下 这条女真的非常一般 而且是江家敏色的短头发 她的样子还要叹叹的 不要介意我说粗口 因为做得少三 你固然之羞恥 做得少三还要说 我不知道 你现在唱我 我找律师告死你 在我心目中 这条八婆 她和杨明有什么区别 我撞车 我走架 哎呀,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说我呀,你告我 我就找青雄告死你 打得我不用坐 吹呀 你没有那么多激吉 你花生友 说我,我告死你 其实她两个的态度是一样的 这个H太太的朋友爆料 她说她自己的老公 去年就和这个微辣的情子搭上 她说这个女人的前男友 和她老公是认识的 之前但又没有见过面 后来这条女人就来香港 找她前男友的时候 才第一次和她老公见 十月底才和男朋友分手 谁不知她就说 这个情子希望来到香港 找她前男友的时候 没有人没有什么又失戀 这个H太太通常都是犯错的 好像侯佩岑的妈妈 当年她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叫我老公照顾个朋友 照顾一下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就照顾上床 连老公都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女人常犯的错误 大家要警惕为之 这个H太太非常天真 这个naive 就叫自己的老公去照顾这个情子 是不是辣木情子 十月底才分手 十一月呢 哇 女人的帝路感是非常灵敏的 就发觉不对路 有一晚呢 她老公呢 就和这个辣 微辣整班人出去喝酒 之后整晚呢 就没有回家 电话都懂得买 她以前是从来没有试过的 唉 有一就有二 只会是零次和一百次的关系 出轨和家暴是一样的 这个H太太又继续哭诉 她说她现在是拖着第二胎 常常要留在家里养胎 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难得跟着老公周围去 很难啊 有机会周围去 所以才被这个女人 这个贬妇 范妇人 承虚而入 老公消失那晚呢 第二天呢 这个情子还非常之主动出击 就WhatsApp找这个大婆 她说 怎样啊 你老公怎样啊 合不OK啊 由那个时刻开始 这个大婆就怀疑 闻到有少少糯米了 她还说 第二晚呢 老公消失之后呢 老公又跟自己说 我OT 这个就是男人惯性的伎俩 OT 又或者回了妈妈那些 女人当然要醒目了 这个大婆都非常精灵 精灵baby 她就用GPS呢 查到她老公呢 位置是尖沙咀 打给她不听啊 查到她的尖沙咀 为什么又闻到 是跟那条女儿有味呢 原来呢 这条女儿在澳门 来香港呢 要隔离嘛 隔离完之后呢 又是住尖沙咀的 打了两次电话之后 老公又关机啊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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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是覺得沒什麼,我和你睡一晚 反正子孫也是浪費的 我派給我老婆,派給你也是派 但是那些女人呢 有很多女人是非常stubborn的 她覺得你和她睡就是喜歡的 之前我也犯過這些錯誤 大家出來打友誼波 就不要太認真 這個情子很明顯 她也是想摸摸摸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沒有了 前男友就隨便握著水泡 水泡也好 就由半夜打到2點 打到7點 打了6個小時 如果我呢 我之前也試過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智能的小先鋒 我不會用電話去叩叩叩叩叩叩叩的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apps 告訴大家這個大婆或者女性聽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apps 你輸入電話就可以不斷幫你重複重複重複 打到那個人不要說2點到7點 打足24個小時就可以 看看對方會不會又下載一些apps去blog你 聰明的 不需要慢慢地按 直到2月 這個H太太先在老公的承認和道歉之下 就確定出軌了 即是老公終於跪下了 跪完算盤 當然是求原諒、求鼓勵 他又說老公在他再三迫問下 終於坦承了整件事 原來情子和他上完床 拳腳交鋒 還要教他如何偷吃 這個真的好 即是他不單止幫你補習 還要幫你補習 還要給補習班費 這個老婆和這個老公溝通了很久 就說原來這個情子 竟然教他用一些最新的iPhone function 我相信你們自己拿著智能電話 有很多怎樣去查GPS 怎樣去hack對方的電話 怎樣去一個界面 按入兩個Path 是入不同的System 有很多人是不懂得用的 你們以為你查你老公的電話 按照相簿就會知道所有東西 其實有另外一條路 是另外一個 是怎樣說 虛擬的界面 有很多大婆是不懂得查的 這個情子和他出軌 還要教他怎樣用這些智能電話的新功能 所以真的很難去令人家的大婆原諒你 你明知道別人是有老婆 你都搞這麼多事情 都頗可恥 你好像偷完別人都覺得 喂?我?我有什麼錯? 這樣啊 目前這個大婆想這條女兒出來跪下 誰不知這個女人 這個可恥的小情子 就多番表示自己 蒙在鼓裡 他就說 喂?我知我不動手 你都會動手的 今天我問了律師 如果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 發佈內容 去損害當事人的聲譽 或者我遭到任何人的誹謗和侮辱 我是可以在律師的協助下 展開刑事程序的 首先我現在 就不是我本人的立場 我亦不是代表這個大婆的 我就在那些留言區裡讀 那我讀什麼呢? 我就讀一下 嘩 這條女真是請都不屌 不是 請都不吃 真醜樣 澳門KOL可以玩得這麼開放嗎? 這個男版霍蓋 這麼醜樣 人夫洗眼 有些人又說 這個大婆也是挺naive 偷吃要別人教的嗎? 男人是要別人小三去教的嗎? 不要這麼天真 明知自己的老公是什麼質地 還要駝第二胎 唉 其實 有很多時候 男人未做到那一步 那些女人都非常天真 好像我身邊有很多女生 都覺得自己的老公 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但當然 私底下 她老公和我 大家朋友 朋友 都說她有出去吃散餐 只不過是吃得高明一點 唉 當然 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永遠老公都是最好 最完美的老公 自己過了自己過了人 就行了 有些評論說 唉 那個男人很慘 被人綁手綁腳 硬騎上去 原來這個情緻是不知道 所以 就真是 罪不致死 牛不喝水不敢得 牛頭低 有哪隻貓不吃魚 男人和其他女人間中打 有兒波很正常很健康 突然變了爭智慧 有什麼大不了 好心做老婆做女朋友 就不要那麼小器 有一個說 吃完仔就回澳門 洗完手就乾脆脆脆 嘩 又是馬膠狗 嘩 這隻奧門騎尼獸 真的很醜 嘩 那個女人 把自己做的事合理化 麻煩 想賺食 上來香港賺食 用腦子說 想完再說 男人來的 偷吃是肯定的 這麼醜都吃得了 真的不理好醜 彈球袖手 不理腦亂 最緊要治癒 我不是代表我的立場 就算去有律師也不關我的事 我們看看她說什麼 這條情子 很明顯 這個大婆已經完全 地對控 完全成功控制了她老公的電話 她老公說 其實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我是知道的 一來想跟你說聲不好意思 搞到你誤會 因為我一開始叫她照顧一下你 你一個人在香港 還要發生這些什麼 這條女就說 其實作為朋友來說 很感激這個X先生 但是放心 我對她是沒事的 即是你回答這句 別人的老婆覺得有事 你還要回答些什麼 真的都此地無銀 然後這條情子繼續說 其實我有想過脫離這個 你的先生朋友的圈子 因為早前真的有點不開心 感覺上好像製造了很多誤會 其實明晚她才會幫我拍照 有事記得找人聊 哇大佬 真是賤的黃森泳 黃森泳也是跟Sammy做健身 這傢伙簡直跟人聊心事 假裝歸咪 即是你老公也歸咪 這個大婆繼續說 不用block我 不用不回覆我 你也是半公眾人物 你不回覆就會反效果 這麼大的女兒 你明白的 一點前回覆機 由你身邊的人開始先 還是直接傳媒 包括你公司 由大到小 所有不論關係 都是應該要知道的 你說過你自己是什麼 普通女生? 搞人老公 教人老公偷食都是普通女生 你現在潛水 一句對不起都沒有 還是直接通知男朋友 還是家人 到時要搞到食官司上庭 你就不是一句對不起這麼簡單 有正有據 我兩個每個月份量可以給我 養我一家三口 道歉上庭 你自己二選一 大佬人家都出到一個盆口 其實都是想說一句對不起 我記得當初我比較耍手段 當初我發覺我當時的另一半偷食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來哭訴 打電話給她 當然我當時的男朋友 他的第三者都是不知情的 我和我當時的男朋友剛剛開始 而對方還有一條尾留下的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被他蒙在鼓裡 所以大家一談 很快地可以去談清楚 究竟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 如果大家都在一起 只能一個退出 所以這樣會好好談 而這女兒的情子很明顯 她知道別人有老婆 還要想玩、會玩、懂玩 根本上你是不需要跟她談 首先她覺得自己沒錯 如果她覺得錯的話 她就會一早跟你說了sorry 如果她再有那麼多 藉口還要回答律師出來 她根本就覺得 大哥玩一下而已 不是這樣玩得 你老公跟我玩的時候 可能我也有拍過那些相片 你公開我 我就發出你的東西 可能會是這樣想的 那這女兒怎麼回覆呢 這個情子就說 sorry 我現在才看到 其實我也是被她欺騙的 我不知道她怎樣跟你說 她說她跟你離婚 對不起 我沒有教她偷吃 我跟她一直分得很開 分甚麼好開 腳分得開 還是感情和肉體 這個情子繼續說 是她跟你沒有感情 說跟你離婚 我先找她 但是我之後發覺 她根本都說謊 其實我早就知道 完了 我都知道我自己好錯 但是有沒有想過 我也是被她玩呢 但是她說 你也有另一個 你們一早就沒有感情 各有各玩 這個人妻 就要她賭她面 她的要求很簡單 不是私底下一句道歉 這個大婆 就要求她在Facebook和IG 置頂 要她用她的本人account 公開那個account 就要跟她說對不起 我想私底下一句sorry 都可以的 但是你說這樣公開的話 其實跟她現在被人爆 結果是一樣 我就不明白了 這個大婆可以公開上傳媒 讓報紙人知道 雖然這女兒不太出名 但我沒有看薇娜 所以我不知道她出不出名 可能很出名 但你說上法庭 她又差點甚麼 法庭好像香港的法律 沒有一條是說分內出鬼 是要承擔法律責任刑事責任 最多都是道德瑕疵 這個程子就回覆她 她說要她下午3點 給24小時她想 這個程子就說 早晨 我想了一晚 站在你的立場 我很明白為何你這麼生氣 但是站在我的立場 其實我也是受害者 我一開始被X先生一直抱怨你們的感情問題 直到X先生說你們已經簽了一旨 我才有進一步的發展 去接受高先生 為何他打不打的這些格子 接受高先生的追求 在這裡我重新再說一次 我一切都是蒙在鼓裡 公開道歉這個行為 我就覺得我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也是受害人 這件事我也是被人騙的 沒有必要是因為這個高先生的滿口謊言去埋單 我在高先生的口頭告之下 我認為他是離婚 才跟人發生這一個肉體和情感的關係 並不知道你們兩個根本都沒有分開 所以我不去證實事件的真偽 是因為我認為大多數人在面對追求者的時候 是不會問 你是不是離婚了 你將你的離婚證書給我看 所以他一直都相信他的謊言 當然他也是被他一時關心充分頭路 我知道我不動手 你都會把這些東西公開給媒體 你可以選擇以偏概全去抹黑我公開你所認為的事 但我都會去報警 小心報警 阿婆走得摩一定很坎坷 我會在今天 他已經在今天早上九點半問了他的律師 經過我已經詳細說了給律師聽 以下是我作出的聲明 在未經我本人犯婦人的同意下 發佈內容去損害當事人的聲譽 又或者去誹謗侮辱 是可以展開刑事調查的 在你提供給我的選擇裡 並不包括你私下向傳媒公布不實施訊 道歉這個選擇 我已經跟你說了sorry 但如果你再強迫我公開去道歉 就造成威脅了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去向法庭尋求協助 大家吃花生還吃花生 我向港大的姐妹們科普一個case 就是大陸的一個很出名的演員叫吳秀波 就是一個中坑陳豪的image的男人 都頗形英碎 他當時跟一個十九線的小演員 當然年輕過他很多年 又拼固拼固 又年輕 又白滑 發展這個婚愛情 他們基本上吳秀波去到哪裏拍劇 山卡、橫店、哪裏 這女兒不拍戲 推了自己所有的工作 就陪伴在則 跟了她很多年 好像是五、六年 還是七、八年 不是說幾個月的那些 在這個女生跟她這麼長的時間下 是幾次下了寶寶 最後吳秀波都可能被我玩殘玩謝 玩到皮都抄了 水都沒有滴 想飛去 在這個時候又懷孕 在他最后一次下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就说,好,你想订我,那你就给这个订簿费,他不是用订簿费来说,他是调养身体的赞助费,他就说我帮你下了这么多赤仔,你也要付钱,这个吴秀波真是人中龙凤,他竟然和他老婆坦诚这件事,这个女孩,还在他老婆的协助下报警,就说这个女孩, 是去勒索吴秀波金钱,本来这个女孩是出了国的,就在这个吴秀波的谎言诡辩下,就骗他回来,一到中国大陆,就立即被公安抓了,现在还在坐牢,所以有时,你们不要觉得,哇,我陪了你这么多年,这个战争,男,渣仔,瑕疵,当然啦,乐仔是女人的,怎么说呢,蠢,又或者太天真,以为你有小朋友, 男人会对你负责,这个真的非常厉害,超纯,大家看一看吴秀,就知道什么事啦,对不对,男人可以彩你也有味道,人家蛇蜊,多快,零点凌几秒,你要用你一生的时间,去弥补这件事, 小朋友真的不应该是一个这么不健全,又或者不准备的家庭,残缺的家庭生活,都是那句,如果你的童年是开心,是健康的,你的童年会治愈你的一生,如果你的童年是悲惨,又或者是崩,崩一阶的, 你要用你的一生去治愈你的童年,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真的一定要善待小朋友,为他们去命听,又或者去建立一个很健康,很健全的家庭, 所以,我为什么要忍我的猪队友呢,你以为我不想一巴掌车去打死他吗,当然想啊,都是为了我儿子的